声乐传承三 明诗出高徒天才女高音的奇幻音乐之旅 疫情期间 著名旅美女高音歌唱家张力教授开始了网课 并在众多的学生中 遇到了一位世界罕见的天才女高音 朱诗宇 Alicia Chu 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华裔ABC 在张力的指导下 朱诗宇的声乐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 演唱技巧突飞猛进 不到一年时间 她就在美国声乐教师协会 全美声乐总决赛中获得了亚军 在美国音乐教师协会 全美声乐总决赛中获得了季军 同时还被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 声乐预科班录取 这个预科班是为18岁以下 有超长天赋的孩子特赦的 当年全球锦录取了四个高中生 朱诗宇虽然进了朱利亚音乐学院 但她仍然继续跟随张力学习 尤其是中国曲目在 朱诗宇获得了诸多殊荣之后 张力和朱诗宇的首次见面 是在纽约一场美中音乐家协会 十周年纪念庆典上 张力推荐朱诗宇参加演出 十生二人同台演唱 被誉为佳话 两代人的声音在舞台上交织 跨越了文化和国界的隔阂 他们的音乐之旅 不仅是记忆的传承 更是心灵的相通 张力总是想到自己的学生 为他们提供演出机会 与自己同台演出提升他们 例如他在中国让自己的三个学生 参加了他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个人独唱音乐会 成了这三个学生一生最辉煌的演出亮点 朱诗宇除了在声乐比赛中取得的杰出成绩之外 还通过张力的指导和鼓励 不断突破自我 学习和掌握了更多的中文歌曲 丰富了自己的演出曲目 他同时还会钢琴 舞蹈等多项艺术表演 在文化课学习中名列前茅 先后被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首批录取 朱诗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楷模 不仅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还将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张力和朱诗宇之间的师生关系 不仅是声乐教育的传承 更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他们通过音乐建立了跨越国界的友谊 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 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 2024年6月29日 朱诗宇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举行的第67届 杰出青年女性全国决赛中 被评为2024年度美国杰出青年女性 并获得了4万美元的奖学金 在为期三晚的比赛中 朱诗宇在学术 自我表达 面试和才艺等多个类别中 获得了总计4.4万美元的奖学金 这个声乐传承的真实故事 不仅展示了音乐的力量 更展示了诗生之间深厚的情谊 和跨文化交流的美好 通过音乐 张力和朱诗宇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梦想 也为中美文化交流 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乐章